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好 那这个台北股市还记得 从上个礼拜五 我们跟大家叮咛 指数看起来还在涨 涨到8400了 要来挑战季线了 但我说过这是一个什么 上升楔形的形态 那上升楔形的形态 是这个又多引诱投资人买进之后 最后怎样 常常以一根长黑破线来扭转趋势 让大家套在高档 结果讲完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到真的 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这个行情就像我所说的 出现上升楔形之后 开始长黑 礼拜一大跌 礼拜二谈一下下 昨天礼拜三又跌了177点 那今天礼拜四的行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指数其实你会发现到 早盘指数在昨天中错就是一个反弹 反弹上去如果你想买股票的话 你会发现很容易又套住 可是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在今天一早就会收到一通指令 今天全国会员朋友都收到 早盘指数是个开高反弹的时候 我就通知所有会员朋友注意 今天开高反弹没有错 量却是出现急缩 代表什么 代表说后市仍然会有探底的风险 所以这里要去追吗 不但不能追 趁着开高趁着反弹 还应该做什么 减码多单 甚至来布局空单来做避险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指数开高 结果没多久 10点钟过后 大盘指数居然翻黑 翻黑下去就算了 还一连串的下沙 最后跌91点 收盘是下跌70点 最多的时候跌91点下来 那如果有一个好的一个分析师 好的一个老师 好的一个操盘团队 再找盘就告诉你 今天不但不能追 反而应该减码多单 反而应该做空单避险 你会发现 这不就做股票 你可以运用一个好的一个人才 好的一个团队 来帮助你在股市当中 去战胜这个行情 去让你成为赢家吗 那这当然也就是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 好那当然这个行情 在接下来 我们找盘跟大家提到 这个行情应该做减码多单 做布局空单的动作 那什么股票呢 好我们来举一档股票做例子 这档股票是昨天9月23号 我在节目当中 就已经提示过大家 我要空单出手的一档股票 他做什么 他做苹果供应链 苹概股的 最近消息传闻吃到苹果订单 这个利多放了很多 但是技术面都叮咛大家 有大呼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一个动作 那他是谁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猜得到 苹概股里面 大家都听过的 FTPK成宏 对不对 那今天成宏 股价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收盘差一点 几乎打到跌停板 不过我们今天跟大家强调 我们并没有去空到今天的TPK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早开盘 开平盘不清之后 下沙的速度比我预估的还要更快 我原本设定给我会员朋友 进场放空布局空单的价位 并没有来到 所以这个部分TPK 绝对没有列入我们的绩效 那我跟大家强调 我们操作一定是在当中 这个讲求诚信 有空到的 有做的 这个有买到的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详尽的做追踪 那没有的呢 我也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哇没有的事情 跟大家讲的天花乱坠 那TPK我们没有空到 我们今天就改空另外档股票 LED的股票 为什么空它 因为第二季的营收 我们发现到平均有22.6亿之后 7月8月营收却下滑到21亿跟19亿 你看到业绩是逐月下滑 这个部分预期接下来第三季季报 10月份就要公布了 季报预期会有亮眼成绩的 当然我们要做多买进逢低拉回买 那预期表现会不如预期的呢 当然这当中 我们就要开始布局空单的动作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布局的一个空单 那股价尾盘收盘 也收到最低点的位置下来了 那当然这个行情 我会先叮咛大家 那指数在连续这个礼拜 四个交易日 杀了三天下来之后 短线已经在这里 看到有人在做撑住的一个动作 怎么去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这礼拜一 好我们就跟大家提到 这大盘你要去注意拉回来测试支撑 支撑在哪里 在一个点叫做8097 8097是什么 9月9号带亮长红的低点 我说不能够跌破的 跌破的话代表中期反弹就结束 那我说这个行情跌今天杀下来 但是也看到有人在撑 为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指数今天开高走低杀下来 杀到最重的时候最低点 下跌91点的时候 跌到哪里 低点在哪里810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指数就是怎样 很巧妙的 杀到快要破了 我说的一个支撑点之后 就跌不下去 踩住刹车 这个对不对 就稳住了 那这里可以看到的确有人在撑 但是指数是撑住这个盘 它是强势还是弱势 你还是要去区分清楚 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盘势虽然指数有撑 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个震荡 但是盘还是偏弱为什么呢 再来进一步观察 今天指数虽然撑住了8097 可是9月10号的低点 8214却是跌破的 那为什么这个点位 我要今天特别提出来 如果你把它看出来会发现到 那这波大盘反弹 先做一个A波拉回B波之后 C波的反弹 起降点这波是从哪里 从这个地方9月9号开始攻 可是9月9号这一根残虹上来的时候 大部分的投资人大部分的散户都还没有解决到 还在卖股票 那一天的融资是在减的 那融资是什么时候开始增 是9月10号 9月9号拉出一根残虹 隔一个交易日 第二天散户才开始进来 融资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从这个地方 9月10号开始一路的增加 那结果一路增加之后 这两天指数这样撒下来 已经撒破了这一个点位 对不对 9月10号这个低点全部都被跌破 换句话说 从这一根残虹之后 去买股票用融资买的这些人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全部应该讲大多数 几乎都是套牢的 那这代表什么 你要去仔细的思考 为什么这么多人用融资买股票之后 就套牢在里面 背后的大户到底在做些什么 趋势的方向到底是怎样 你心中就要有一个方向 所以我会跟大家叮咛 那大盘指数的部分跌到这个地方 当然在这里整个盘式 还是比较偏弱的情况之下 万一8097再破下去 大盘很有可能就中期反弹结束 继续跌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会跟大家说 这里最好的操作策略 你还是要懂得多空双向操作 放空弱势股做多强势股 才能降低风险扩大利润 你舍不得手上的股票 你舍不得卖 你也要做一些空单来做避险才能降低风险 当然说多空双向操作 我相信你一定会听到很多头顾老师 尤其那些死多头只会叫你买股票 买股票买股票的 一定会跟你说 多空双向操作不可能赚得到钱 因为有多有空 到最后不就没来 我跟大家讲不是这样 关键在哪里 关键你要做多 要做多对的股票强势股 做空你要空到对的股票弱势股 或是转弱的股票 那这样才能够帮大家 真正的不但降低风险 甚至还可以两边都赚 多空都能够双赢 那真的可以这样吗 好我们今天就证明给大家看 今天来提到说 我们上个礼拜空了什么股票 还记得上个礼拜当低润报价 当这个iPhone6推出来 大家都看好低润股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市场都已经传出来 这次推出来的iPhone6s 跟iPhone6s的Plus 都把低润的需求容量提升一倍 从1GB提升到2GB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消息大利多 可是我当时在9月11号 在上个礼拜就在节目当中 提示过大家 你反而要小心 利多的背后我看到什么 看到有大户在出货 提示大家谁在卖 为何而卖 对不对 那节目当中我提示你 其实当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准备要空 那9月16号上个礼拜 大盘指出那天拉高上涨73点 我们正式通知我们会员朋友 南亚科开始空 那那天我节目当中也跟他提到 指出我那天这个盖起来 那那天的南亚科在多少钱 在市价在43块左右 我建议43到45块之间来做布局空单 我们就用市价43块来算 你没有发现到昨天南亚科大跌多少 6.4% 那今天又继续大跌了6.2% 两天加起来 当然跌了十几%下来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是因为行情不好 南亚科所以跌吗 不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因为南亚科 自己不对了就在跌 为什么 因为那这两天行情不好 难道所有股票都跌吗 不是哦 好我们再来看 看到这是上个礼拜 9月16号我也跟大家提示 我在做多买进到PCB上游的股票 第三季季报预期会有亮眼成绩之下 发现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所以那一天早盘 我们大概在24块多 建立会员朋友开始来做买进 那一天指出早盘还在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买 对不对 好那再来看到9月21号 就礼拜一 大盘已经大跌100多点下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 好股票这价值就在这里 不用靠大盘自己也敢涨 甚至大盘中错 都能够抗跌还是稳稳的涨 对不对 再来看到9月23号 哇礼拜三 昨天大盘又跌了172点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继续讲 早盘还继续拉 尾盘翻黑 我也没有盖起来 我也没有说这当中 就不讲它 继续跟大家讲 我还是看好 对不对 那今天你说大盘又跌 又跌70点了 你有没有发现它股价 又是稳稳的在往上涨 收盘涨不多 涨五毛钱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那上个礼拜我们空南雅科 对不对 南雅科是空在43块 市价那时候43块附近 今天收盘收在37块 已经跌了14%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做多的谁 做多的这一档PCB上游的股票 第三季预期会有亮眼成绩的 这个新黑马 对不对 那我们上个礼拜再24块多买 今天收盘已经来到26块多 已经涨多少 没有很多 因为这几天大盘真的不好 这个礼拜大盘四个交易日三天重挫 结果它还是一样涨了6%下来 所以你说多空双向操作 能不能赚钱 告诉大家你会发现到 这不但能够帮你降低风险 不但能够说在行情回档的时候 你不要像其他死多头的投顾老师一样 满手股票套牢在里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等人家来救吗 当然不是这样 你要懂得行情在不好的时候 也要灵活的多空双向操作 有空单在手上 不但能够去帮你避险 甚至还能够有机会怎样 两边都赚 你发现这边空南亚科赚了14% 这边做多赚了6% 那一来一回不就是20%的一个幅度 你的风险控制的很小 但是你却能够把你的利润来做一个增加 这就是我所说的 其实多空双向操作的关键在哪里 那关键在于你要能够去找到对的股票 空要空弱势股或是转弱的股票 做多当然要做多强势股 这当中拉回逢低布局 这样才能够去降低风险扩大利润 当然你说你不晓得谁是强势股 谁是弱势股 谁在转强谁在转弱 对不对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你需要现荣老师 为什么你需要加入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我才能够去帮你真正的来降低风险之外 更能够去帮你扩大利润 当然这个部分关键就在于做空怎么去空 强调我们做多也好做空也好 都不是乱枪打鸟 极品操盘团队我们专业选股的SOP 放空融卷空股票 一定是锁定景气持续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的公司 检视筹码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我们才会空它 就像上个礼拜为什么空南亚科 不就是已经跟大家提到 看起来是一堆的利多的背后 我发现已经有大户在出货了吗 那为什么我说有大户在做出货 这个我们会员在技术分析教学里面都会教 那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南亚科为什么跌下来 不就是这样吗 再来新的股票 当然我们已经持续开始来做布局 那做多反过来我们就要找什么 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检视筹码面发现有大户在低档进货 低档有技术面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就会逢低买进 那这个部分更是在接下来你要去做到 因为这个行情在接下来操作难度会越来越高了 大盘前阵子强力反弹 你可能随便买 只要是这当中跌的构深可能都会强点反弹 赚到一点钱可是再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那再接下来要买股票我都跟他提醒再三叮咛 你要买的是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的股票 这才有机会能够赚得到钱 那这个部分什么股票不用靠大盘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 第三季季报预期会有亮眼成绩的股票 这才是我们要的嘛 对不对 就像之前的中壘 中壘七月份推荐给大家的时候 预期第二季季报会有亮眼成绩 所以62块多推荐给大家 对不对 那62块多推荐给大家 七月份指数在这里9000点 后来跌到7200才弹上来 他的股价大盘破底的时候没有跌 一涨上来 哇从60几涨到80几 对不对 需要靠大盘吗 不用 甚至大盘跌 他都能够继续的垫高上来 就像我们这个当中 9月8号推荐大家至今 对不对 9月9号正式买进55块9 你说最近指数有涨吗 没有啊 高档震荡 甚至现在9月9号之后 你说买股票的都套牢了 可是如果你跟我买的是至今呢 你能不能发现到50几块买 现在你是大赚的 对不对 那包括了 这是我们9月上个礼拜 再跟大家谈到PCB上游的新黑马 你能不能发现到 那这个礼拜 如果你跟着我空南亚科 当然现在已经大赚 那你跟着我做多这档 也是一样稳稳的涨了6%上来 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你的地方 帮你在股市当中 去降低风险 来扩大利润 关键你要做多强势股 做空弱势股 那如果说你需要我们这样 专业的操盘团队 来帮助你的话 当然这个关键时刻 操作难度越来越高 我也诚心邀请你 所以提醒大家 乘通投股中秋里战 全面815的一个这个状案 倒数撑下两天的时间 好好把握这次一年一度的习惠 待会休息期间 就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投资亮点 马上再回来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乘通投股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您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02 2752 5868 2752 5868 乘通投股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乘通投股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准的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长胜君 传统投股 持股的托付2752 5868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对分警觉 对分自我保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这个大盘今天跌了70点下来 当然我还是叮咛大家 短线上指数8097的支撑 有人在照顾 所以这里可能会先做一个震荡的走势出现 但是后市你要去观察 如果无日均量持续的下滑 跌破趋时日均量 量的趋势是在走弱的 对不对 然后这段期间融资已经增加上来 从9月10号开始 融资增加了不少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指数却跌破了9月10号的低点 代表什么 大部分的投资人 除非你买对强势股 否则现在大部分都套牢 那为什么会套牢 当然大部分的投资人都套牢 就代表少部分的人已经在出货 那少部分的人是谁 谁能够把股票卖给大部分的人 然后让股价反而跌下去 想一想 这个行情我会跟大家谈到 操作难度会越来越高 尤其在接下来我强调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股票 产业趋势是弱的 这个景气是在下滑的 或者是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这种你都要赶快 这个当中来做调节 如果你不知道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也都叮咛大家 记得赶快来找我 我才能够帮得到你 那我才能够帮助你 在帮你的资金 做一个有效的运用 甚至多空双向操作 那就像今天跌我很开心 因为有会员朋友 又打电话给我说 要感谢宪荣老师 真的这一波行情 不但告诉大家 大盘涨上去 是一个上升屑形 小心拉回 那布局的空单 当然现在已经一档一档的 开始都有不错的获利 南亚科43块 今天已经跌到37块了 对不对 那甚至做多买进的股票 像上个礼拜提到PCB上游 第三季机爆 预期会有亮眼成绩的黑马 也都能够继续的 不靠大盘自己的涨 这就是这当中 这极品操盘团队也好 县荣老师也好 能够去帮助大家的地方 那我们能够给大家的承诺 绝对不是说 你加入我之后 我马上带你去买什么股票 明天又可以赚涨顶板 我们没有这种夸大不实的话 我们有的只是 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第一个 绝对不是当个死多头 只会带你买股票 去想一想 今年的行情 如果你加入的头股老师 是个死多头 从万点跌下来 都没叫你去做避险的动作 只叫你说底部到了 赶快加码 赶快买进 底部到了赶快加码 赶快买进 是不是这波 你绝对是受伤惨重 今年赔得很惨 那我们给你的承诺 第一个不当死多头 多空双向操作 做多当然要买强势股 未来会有利多的好股票 领先市场带着你买 做空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我们也会带你空 不但能够去帮你降低风险 更能够去帮你扩大利润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谈到 你去看嘛 看到如果你跟着我做空 南雅科 这礼拜已经十几%了 43跌到37了 可是我们做多的股票 也稳稳地涨了6% 一来一回不就是差了20%吗 这就是我所说 多空双向操作 不但能够去帮你降低风险 更能够进一步的来扩大利润 第二点承诺 待进必定待出 绝对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买了股票 然后赔了钱 就不管他不理你了 我们买股票 待进必定待出 而且每次进场 一定先预告 万利不对 风险在哪里 停损点先帮你设好 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负责到底 第三个绝对不乱设飞标 不管做多还做空 一定是遵守选股的SOP 看准目标才出手 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他谈的股票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哇 这个一箩筐一钢子 涨了什么都有 对不对 船产涨 跟你讲船产他有 电子涨告诉你他要买电子 生计股前两天涨 也告诉你 要他再买生计股 这样可以赚钱吗 不行 因为这就是标准的乱枪打鸟 真正的选股是要有SOP的 什么SOP呢 跟大家谈到 你要懂得从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去找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那接下来当然我会谈到 这当中 接下来我们瞄准的产业在哪里 仍然在所谓的一个车用 智慧汽车跟电动车这一块 当现在大家都只认为说 福斯这次认了废气检测 作弊的一个事件之后 这对汽车零组件是一个利空 其实在我来看 这反而是一个利多 除非这家厂商 他真的是供货给福斯 否则的话对其他汽车零组件 反而是利多 为什么 当然第一个 现在消费者会因为福斯作弊 就不买车了吗 不会嘛 他只是不买福斯的车 他会买其他的汽车 对不对 其他汽车零组件的 其他汽车品牌的零组件供应商 业绩不就能够上来 第二个 福斯这次作弊被抓到 以后其他汽车厂敢作弊吗 不敢嘛 所以他要达到所谓的 减排数据的时候 他就必须好好的去做 那怎么做 当然就要用到这当中所说的 汽车零组件里面 能够去节能减排的一个零组件了 对不对 那加上苹果现在 电动车都准备在2019年来做上路 现在还没有 未来会有 现在还很少 未来还很多 这不就是一个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这也就是我们在接下来 会持续寻找的一个重点 包括像AD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基于智慧汽车的主要技术 来辅助驾驶开车 能够更安全 这个部分 当然一个爆发性产业之下 都会有爆发性成长的股票 就像年初 曾经在线上演讲会 跟大家谈到的同志 那时候才110多块 对不对 现在居然涨到200多了 就像去年我们推荐 就像之前我们推荐的仪鼎 70几块推荐 70到71元在做买进 对不对 那今年初也在95块 再度的推荐 现在已经两波上来 这波70几块 上来109 这波94块 再上来到多少 到123元以上 全数获利了结 这就是我们在找 长线最有报复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现在拉回来 有一些股票 我已经正在寻找 新的一个买点 那短线上仍然是留意 第三季季报 预期会有亮眼成绩的股票 中壘这当然已经上来 涨到80几块了 然后建林这也从120几 大涨到160几了 至今9月8号推荐的 你说指数这段期间 在跌9月9号买进的 这段期间指数又回来了 可是股价已经涨了三成四成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找的 上个礼拜PCB的新黑马 对不对 也已经股价稳稳的涨了6% 在我们做空南亚科的同时 做多的股票也不含糊 这就是我们要帮助大家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提醒大家第三季季报要公布了 第三季季报表现会不如预期的 我们要先空 第三季季报会有亮眼成绩的 我们要先做多 孙子冰法告诉我们 凡先除战地而待低者易 后除战地而驱战者劳 股市如战场 我们就是要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空在高档 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跟上极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提醒大家中秋专碍已经剩下 倒数两天的一个时间 最后两天的机会 欢迎大家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的 优独立的 PHO 除禅 优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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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的